来看各报头条 金融日报封面焦点放在我国最近跌跌不休的马币 国家银行总裁拿督阿多拉西说 虽然马币已经贬到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点 但是并未导致我国陷入金融危机 因为如今的情况和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他也大派定心丸 指国行会采取数项应对措施 来制止马币令吉持续的贬值 不过他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公布相关的措施 而中国报头条则有关一名退休怀孕妇女 被骗走9万令吉的新闻 这名67岁的陈女士因为悟信 她的信用卡被盗刷6000令吉的假短讯 被谎称国家银行的诈骗集团 套取银行户头的个人资料 一天之内就将她将近9万令吉的定期存款转走 由于她的国语不好 面对银行的来电查询 她只能够跟随诈骗集团的引导 回答说yes 因此掉入了诈骗圈套 所以大家要千万要当心了 那每日新闻的封面 焦点放在儿童性犯罪 你知道吗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孩童被性侵犯 但是却隐瞒真相的话 那可能会罚款5000令吉 无论是老师 邻居或公众 都有举报的义务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纳多斯里阿沙利纳就提醒 当局会严格的执法 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对付知情不报者 那下来我们来关注 入税纸的课题 一家运输公司 在为罗里缴付商用车 入税的时候 因为入税贴纸缺货 所以拿不到入税贴纸 陆路交通局声称 可以用付款收据作为凭据 不过当陆交局执法官员 在领检时 却不接受付款的单据 坚持要看到车径上的入税贴纸 结果司机和运输业者都接到了船票 而这种情况导致驾驶者饱受困扰 不显待员工会促进交通部和路交局 赶快的厘清这件事 那另外针对路交局执法不同调的情况 交通部长新闻秘书刘伟红就说 交通部已经指示路交局 尽快的恢复入税贴纸的供应 而早前因为缺乏入税贴纸 而被路交局开罚单的业者 路交局将会酌情的处理 下来看有关公民权的新闻 居住在我国数十年的许多热银人士 到现在都无法拿到公民权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国语测试不过关 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就表示 掌握国语是公民权申请者 需要符合的条件之一 为了协助热银人士通过国语测验 政府甚至放宽了标准 申请者只要会讲简单的国语 例如不客气 Summer summer和我很好 Kababai就能够过关 那虽然如此 他坦言即使如此 一些年长者只懂得他们习惯的方言语 完全不会出国语 令他们的公民权审批很难过关 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 今天上午呢 北马一带预料会有阵雨 根据信向局过了午后 除了纳敏 半岛和沙巴 沙拉越都会下雷雨 大家小心驾驶 注意安全 而来到了晚上呢 东海岸三州吉兰丹 彭亨 依然是雷雨的天气 北马霹雳 中马的雪兰额 吉隆坡 南马的三美兰 马六甲和荣佛 则会有局部游雨 沙巴除了陡湖和古达放晴 其他地区都会持续地下雷雨 山打根则有局部的雨 至于12月12个省线都会下阵雨 另外呢 这几天的连续降雨 也让我国的掩埋情况有所改善 今早截至早上9点 全国各地的空气素质指数 都处于中等的水平